香港演習 繼續來看劉軍的工兵 在自己的仁義談 來演練加小牛牛 今天說這個道路 讓敵人來破海 工兵是快送來做一條 安全通行的道路 然後補給的路線順利 外島的金門 是當補來這頻道 歡迎電力的砲擊 不過正龍泡作為發車不容易 打來犯的敵軍的感情 金門早前就點現火炮 共大的震撼令 如果當用處理百炮 和邀良當百炮打海面的目標 20米的紀炮也向前提電飛行物 那種火炮跟紀青造成高車 飛望就是要點現春土 本營的關心 當時經過共軍 若是無人進犯 就必須付出參列的事情 那台灣本土六軍 集軍團一早就在 跟他任意談 實施工兵做救 武器前時的補給 就讓特軍破壞的工兵軍 開一條31公斤的安全通路 讓我們向的部隊通過 這個關兵必須四人到六人一座 做一班超過兩百公斤的零件 快速完成到現在 那我們在暫時的時候 他主要是在協力各部隊 完成機動路線的一個暢通 以通過各式的河川以及地藏來使用 這次造球演習 總共出動一百公斤的關兵 本來發生是九十分鐘完成 結果只用八十分鐘 就開始完成任務 無論作戰還是救災 工兵都負擔真重要的任務 香港演習目的就是要嚴守工兵 將不可以即時發揮戰爭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